我们之所以这么关心日本 是因为台湾一年 有将近500万人去日本 也就是说一个月大概去40万人次 那特别这个三月份是赏鹰的季节 现在大家很挣扎 你要去啊 我有一个客人 可是团费已经给了呢 退啊 而且你还不能退 不能退啊 他不是三级旅行室啊 有的是你厉害 我一个客人过年来这一回的时候 就是一直拨不拨一直拨不拨 那菩萨说他不要去旅游 他就说他要去日本三月 那我就说菩萨一直没给你拨 以后你不要去日本哦 他说我钱都缴了说不要去 结果他答应不去才有拨 真的就不敢去了 因为日本今天的国运很差 国运很差 我们都看到日本去了 这个日本东京马拉松 已经把一般人参加的取消了 剩下精英阶级 剩下两百个精英 两百个 那中国的两会 政治协商会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也已经取消了 都是在三月 那黄医师 如果是日本你要去吗 应该是不会去 要钱和要命 我想应该要命为主 钱也不够那几万块不见而已 这第一个 而第二个的话就是 等他们奥运办完以后 一切没问题 我们才能慢慢去吧 等奥运办完 奥运是七月底八出 奥运不见得办得起 他的逻辑是错误 他当初为了奥运 他不敢启动防疫 其实当初是应该严厉的防疫 才有机会办奥运 才有机会办好奥运 对 那你现在让他疫情散播 你要办什么奥运 开玩笑 那江医师你会去日本吗 我绝对不敢去 我跟你讲 你帮我买机票我都不会去 是喔 商务舱呢 不要 你爱狗 我应该今年都不会去 据说要去日本的团 最近大概取消五成 非常严重 你许想我们桃园机场 平均一天 有十几万个旅客 接近十四万 你知道 昨天多少人 昨天才五万九 五万九 对 就是很多人都取消出国了 当然我们也禁止 不让中国的人进来 这个都有关系 我觉得 现在又还有一个危机 因为日本从明天开始 他们已经宣布 那个钻石公主号上面 就是自主管理的人 已经解禁了 下来了 明天的可以陆续 陆续 就是检验出阴性的人 可以陆续下船 然后回到国家 各自回到国家 那我觉得这批人 会不会有隐性的人存在 我觉得很恐怖 因为还有一千多个人 对 有一千多个人 这奥运 还是延期 还是说 这个出了什么状况 这不得了的事情 我认为他办不了了 办不了 我跟你讲 他疫情一定会在奥运之前 就爆开 我们等着看好了 你讲话 现在越来越像圣竹鲁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继续看下去 农历的二月 要特别小心这个疫情 二月 对 农历二月